1996年到1999年 刘晓波在大连劳动教养院里 写下了300多万字的文字 但是在他即将刑满释放之前 被公安审查扣掉了100多万字 只允许他带出来了100万字左右的东西 但是就这些东西在2004年 我们家被抄家的时候 又都被警察给抄走了 现在我的家里 那100万字仅仅剩了几页纸 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写字的人来说 这是最残忍不过的了 我希望有一天 那些写满字的纸能回到我的手上 回到我的家里 时间一会儿 回到有些写的档子 然后再试上 回到这是一档子 凌急拼通 如果的是什么 回到这里 verk着几页纸 回到两档子 后面 얘기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